大家都知道我們搶了新屋 很多留言都說想有一個room tour 或者這個house tour之類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不拍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還有一些傢俬還沒砌 Hello,大家好,我是Sony 大家可能以為我們現在的屋子已經整理好了 但是其實我們一直都在睡在梳化床上 因為我們還沒砌我們床 還有我們的衣服是放到四處都是的 因為衣櫃都還沒為我準備 衣櫃也為我準備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砌一張床 還有一張衣櫃 還有一張桌子 三件傢俬 我們砌完之後收拾好 就應該可以拍一個room tour 或者house tour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砌這個傢俬 好啊 先砌一張桌子 好了,這張就是我們的桌子 這張桌子叫做Dulet Book 都不會讀 我們先開出來,大家就知道什麼東西吃了 先把東西拿出來 我們這次都是沒有電梯的 都是繼續挑戰用手扭 這張桌子是$799 我們現在開始計時,看看我們砌這個東西砌多久了 好 是不是要扭上它了? 是 現在這個位置好像不對 然後就滑了螺絲 現在盡力試試可以扭 用陰力 扭到了 螺絲已經完全滑了 它這些螺絲是這樣掘頭的 都不知道怎樣扭下去 我們現在是做了一些組織 然後再拼在一起 知道為什麼要戴著頭帶嗎? 為什麼? 因為比較像工人 沒錯 我現在像不像師傅 感覺上很快就完成了 雖然我們在兩顆螺絲裡 糾纏了很久 我們? 我啊 砌架絲真的 好 累 好 啊 搞定 我已經幫你安排好了 好 我只能扭成了嗎? 是呀 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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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分鐘 32分鐘 好 搞定了 這張桌子 那我們就弄好一張桌子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收起來 是 那就可以變成這麼小的 放在門後面好嗎? 好啊 剛剛不會這樣 哎呀 這個不是IKEA廣告 你們絕對可以提議一些更好的傢俬 不過我們不會買的 因為我們沒有位置 那我們組織完桌子之後 接下來要組什麼呢? 大單東西 好大單東西 現在的衣服全部就這樣掛在外面 好難搞 好 所以我們就要 跳 不是 所以我們就要組織這個衣櫃 衣櫃我們在房間裡面組織吧 是呀 好啦 神秘領域了 是呀 那大家今天我們進來 我們的房間 究竟我們的房間是怎樣 大家聽說你就見過了 是不是 我們進房間 這裡就是我們的房間 全部都是紙皮箱 還有 為什麼可以這麼亂呢? 我不是撿了嗎? 那我們就在這裡組織我們衣櫃 但是組織之前 紙皮箱推出去 我已經成功清空了房間裡面所有的東西 現在是時候進房組織我們的傢俬了 我看到這裡這麼多的雜物 其實我們覺得很灰 好了 這間就是我們的房間 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先組織了我們的櫃 這個是1,2,它有寫名 是個櫃 1加2加3加4才是這個櫃 對呀 第四 好,開始 打開櫃 時間這個動了5分鐘 我們還不知道應該怎樣塗的 唉 好累呀 先打開兩盒吧 好呀 那我們就打開這麼多東西了 用了17分鐘來可以打開 只打開 17分鐘 用17分鐘就對了 那我現在正式可以組織到這個櫃 我已經看得懂了 左右 這個呢 就是 我不想分左右 但是這個是其中一個部件來的 OK 應該就 我就這樣看下去 這塊應該是這塊來的 這個就是這個 唉 好累 好累呀 才是那個底 真可憐 怎麼蓋下它 好像沒有鬆 有些油底 那你托著幫手 我來的 拖著 頭髮 3 2 1 小心 小心 上網看過 好像我們這間房間 這麼大的單位 真的是 哪一間 我也是公園那一間 對 小房間 比我們現在這間房間的單位 要9千2百元 有些一萬元有些兩萬元 所以如果你是看影片的小朋友 就知道在香港 住屋是挺貴的 我覺得黑色的衣櫃 穿上這個衣櫃 我覺得我們真的很大膽 現在加斯的新設計 以前的背板要用釘紙 我現在用這些膠質 然後這樣塞住它 但還是很難 這個櫃是1990 現在加斯問問題 你想要這個間隔 還是這個間隔 你喜歡呢 分明這個是正常的 好啊 就用這個 完成 不如下次真的叫人來組裝吧 如果我們再買加斯 我們就拍電 看師傅組裝 真的好難教 我不懂得擲你的口氣 我有的 是力量 好 弄好了一個櫃 這個就是我們的衣櫃 有一個鏡面 3個小時 原來我們用了這個櫃 3個小時是07 3個小時就這樣掛掉 我們先把櫃吃飯 放好之後 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放一張櫃 這個就要放在這裡 好 再想想 我們先去吃飯 很餓 做了一整天 3個小時 原來這個櫃 吃完回來 我們決定把衣服放進衣櫃 在這裡 等Creamy休息一下 接著就要繼續收拾一下外面的東西 因為不如都很療癩 今天你給我用 在IKEA 和老的膠室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砌完這張床 砌完之後就差不多了 現在家具真的是碎點人 發明了 香港人哪個這麼大地方 4個小時48分鐘 弄完這張床之後 我發覺差這樣 什麼樣東西 床用呢 明天才到 床用到之後 再繼續拍 口紅 傷痕 這張呢 就是我們平時 在睡的床 哈哈 中國娃娃 這張呢 就是我們的新床 厲害 好啦 那我們因為這個床 實在是太大的關係 我們倆已經沒力了 所以就請了一個大使 工人 老師過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請 這張床好舒服的 不是吧 我沒有教你 3,900 嘩 3,900 我坐在這裡看著你搬 我只是搬而已 也不可以搬 哎呀 我的手好累啊 哈哈 好大的床肉 嘩 怎麼這麼高啊 不舒服 這就是涼爽床單 好舒服 我現在睡了 早上 早上 幹什麼事啊 Hello 我是經紀營 歡迎來到這間屋 讓我帶你們看看 其實呢 這裡麻雀雙小蛋 五象虛泉的 抱歉 這個櫃不可以拍的 這個櫃裡面的人不可以拍的 好啊 接著就這個櫃了 頭戴的衣服 戴的衣服 這樣 拆機 是可以扭到的 不過沒有卡在裡面 這裡是我的櫃杖 我也挺喜歡它 所以我就放在這裡 希望上來看樓的人都會喜歡 這裡放了一些珍藏 對呀 公仔 公仔 本來又有一張 冷氣皮 好舒服 誒誒誒 誒誒誒 誒是不是看樓啊 等一等 接著電腦桌就是這樣 前面的影片 你猜是什麼影片 看完都是不知道的 這個櫃都會放一些垃圾的東西 差不多夠大了 拿來放垃圾就一樓了 這裡就是放鞋子 也是鞋櫃 廁所不看了 廁所就這樣 看完了 這裡就是廚房了 廚房很大的 這裡有 這個叫陳凱玲 雖然她怕狗 所以來不了這個單位 但是 她也是在這個單位裡面的 這個 這個漂亮 看看雪櫃裡面有什麼 有什麼 但是不要太喝了 巴士司機 龍來眼 好像我的雀斑那麼小 最多的是什麼 現在檸檬是最多的 其實做了檸檬多之後還有什麼 Tencer 她也有 梅酒呢 可以沉著梅酒 如果在這裡住的話 就可以喝 那梅酒也有空 好 接著來到你的睡房 這個就是睡房 昨晚工人砌的 哇 這個衣衛也為我準備 等一下 這個已經可以了 冬天衫 冬天衫 這個可以了 好 好 哈哈 這個空位不知道我們做什麼 拜託的人 以上 可以找牠們 可以找牠們 好了 這間屋是這樣的 希望你們投資預測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可以按LIKE 分享出去 給你們的朋友聽 我很高興 那監督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樣 還有拼架子真的很辛苦 手要塗 如果拼大型架子 我奉勸大家 暈師傅拼 因為我這裡已經很痛了 千萬不要忘記了 我給Tencer多人訂了Channel 我是逢星期二十四的影片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在結尾畫面上按 這個位置 還有按這裡訂閱 我可以再按一下小鈴 就這樣 Bye Yes yes yo 做甚麼好 沒甚麼做 不如看看YouTube好不好 Yes yes yo 做甚麼好 沒甚麼做 記得訂閱這個Channel WOW 來了嗎? 準備睡嗎?